每个人在每天的日子里都有许多要做的事情 由于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 有些事我们会常常延迟不做 日子久了 当我们发现再没有机会做的时候 我们就会感到遗憾 对上帝的儿女来说 一件叫他们最会感到遗憾的事 就是再没有机会做的事 对向自己所爱、所关心的亲人传福音 那时无论人得到多少的内疚感 多少的自责 也无法改变为得救的亲人 要永远进入地狱的事实 为何有些人得识不得识都在传福音 而另一些人却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 总不愿意向人传福音呢 他们两者的不同就在于 他们对福音的价值 对罪的可怕有着不同的认识 或许那些不把传福音当一回事的人 他们没有常常与主声谈 也没有与主一起编写他们人生中的甜美故事 同样的 他们看不到最能够把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 带入妻离子上的结局 也不知道罪能够破坏父子之间亲密的关系 更不知道罪会把身交几十年的好友 因一次小小的误会就反面成仇 当一个人看到福音的价值 可贵和罪的捆绑 破坏性是何等真实的事情 他们自然会产生出 怜悯与爱人之心 正如主耶稣在人群中 看到人都是困苦流离的观景 就连续他们 让我们一起翻到马太福音 第九章三十五节 耶稣主便各城各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 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他看见许多的人 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于是对门徒说 要收的专家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当求专家的主 打发工人出去 收他的专家 今日我们是否也看到 我们是周围都充满着 困苦流离的人群吗 人困苦流离的样子 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过着一个毫无选择 没有办法胜过情况 也完全没有自由的生活观景 这就像一只老鼠 被一群猫在玩弄 一只小鱼在鱼竿里 被一只大鱼追赶的样子 羊是没有办法靠自己 能够胜过财狼的 除了借着外在的帮助 人绝对无法靠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方法来摆脱那观景的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也处在困苦流离的观景 只是自己没有发现到 例如 如果你是一个急性质的人 你自然会对那些做事非常慢的人 产生莫名的反感 许多人在面对经济问题时 自然会担忧 看到孩子不听话的时候 自然会生气 这就是人无法控制自己 人陷入罪 却无法自拔的观景 主耶稣看到 人困苦流离的情况 是一个非常实际的现象 但是人的困苦流离 不是真正的问题 在某个程度来说 这乃是一个机会 因为人若没有痛苦 没有遇到苦难的话 他们就不会想要有 转向上帝的心 主耶稣看到的是 专家已经熟了 并且要收的专家多 真正的问题是 做工的人少 试问 今天我们是否 真愿意向主祷告 求他打发自己 去收主的专家呢 很多人是还没有去之前 就已经开始担心 担心自己没有口才 自己没有美好的见证 来能够说服人 其实传福音 不是靠自己的条件 自己的口才来做的 重要的是 我们有没有看到 人活着 是活在痛苦当中 当人失去肉身的生命后 就要进入那 人无法想象 无法承受的 永远的折磨 不要等到自己 失去了传福音的机会 才因遗憾感来伤痛 主耶稣升天前 吩咐门徒要使万民 做他的门徒 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个吩咐不是单单 给当时候的门徒 或者是今日的教会领袖而已 乃是给所有上帝的儿女 不要把传福音 拯救灵魂的事 当做是其他人的事情 或者认为 我已经为人带导 已经为宣教事工奉献了 所以我自己已经对得起主了 若是的话 我请你先把手上 所有的工作放下 安静自己的心 到主面前去 反思你是在怎样的情况下 认识上帝的 是什么原因 使您能够愿意将 生命的主权 全然地交给上帝来带领 也请你反思 自己是否有曾经被罪折磨过 或者因为罪而痛苦过 你是否真的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洗尽自己 而得到那无法用口形容的释放感呢 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继续与主耶稣同行 真实地得到上帝的心肠 向神求心 求力量 来收主的专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